更难 有人就问为什么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 你看体操比赛 几百人的广播体操比赛最容易 你动作不标准 不准过于一般别人看不出来 可是单向体操比赛呢 皮鸿木 阿玛 高地岗 一个人做完好多人看着 丝毫不能马虎 那有人就说 那舞蹈比赛也一样 几几舞比赛就比较容易 双人舞就难一点 读舞就更难 对了 单口相声 一个人又斗又狠 装男伴女 所以最难 如果啊 要说这个单口相声大师呢 那就为马三亿一人 有人问我 会说相声吗 我偷偷地告诉你们 其实 我是单口相声大师 马三亿的秘传弟子 当然有人怀疑 你不要怀疑 我啊 非常的崇拜马三亿大师 经常听他的相声 就一个人秘密地听 秘密地说 谁也不知道 就连马三亿也不知道 你说这不是秘传弟子吗 不管怎样 现在说相声的实在是太少了 优秀单口相声更是难见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单口相声 逗你玩 不是我逗你玩 是我的单口相声题目叫 逗你玩 咱们啊 应该是常在自己的行为安排上注意 交通法规上 遵守交通安全 生活上呢 实时防火 夜夜防灰 我外出啊 外衣都你不要放钱 要把钱放在里面 买东西 谁要是盯上你 小偷脑上 特别携上小偷两只 你在前面走 他在后面一靠上 你的钱就没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嫂 住门也不在 没干买卖 是住户 也没月子 没如此就放在外边 洗几件衣服就得拴绳子 塞在马路旁 他弄丢 那衣服能老三万点守着 回去还要做饭干活呢 那就只好叫自己的孩子看着吧 孩子 太小 无岁 傻之不傻 机灵不机灵 宝宝 把妈妈忙去的话 咱外变得凉着衣服呢 你在那守着 别让人拿去的话 嗯 妈妈就进厨房干活去了 突然就来了一小偷 看见孩子就说 诶 几岁啦 五岁 叫什么名字 小虎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那好 咱俩一起玩吧 我姓豆 叫豆牛儿 豆牛儿 你叫我叫我 逗你玩 你叫我 你叫我 逗你玩 太好了 小虎呢 就拿走了几件衣服 小虎呢 看见了就急忙的大喊 妈妈 干了咱家衣服了 你记得这时就在做饭干活 谁呀谁呀 逗你玩 这孩子信不信我揍你哈 别闹好看着 小虎呢又拿着我的裤子了 小虎看见了就赶紧的大喊 妈妈 干了咱家裤子了 谁呀谁呀 逗你玩 母亲呢 这回出来了 小虎已经走了 妈妈一出来 咱家的衣服呢 拿走了 谁呀 逗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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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逗我玩呢 说起逗你玩呢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底座的响声 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 问他的爸爸说 爸爸 什么是生气 什么是温度 什么是发疯 什么又是哭笑不得 爸爸一惊 这还不好解释呢 干脆我给你演示一片 我这一演示你就明白了哈 父亲呢 你拿起了电话 随便的拨了一个电话吧 对方一惊还挺有礼貌的 喂 您好 这里是好吃披萨店 请问您有什么想购买吗 我要找周润发 哦 喂 您好 我们这里是好吃披萨店 请问您有什么想购买吗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周润发 先生 您是不是没听清楚 我们这里是披萨店 好吃披萨店 胡溜溜和你都帮我找一下周润发好不好 你知道是不是耳聋 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父亲啊就对孩子说 看对方现在在生气 那什么叫做愤怒呢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哈 爸爸呢 又拿起了电话号码 电话还是拨打了同样的电话号码 喂 您好 这里是好吃披萨店 请问您有什么想购买吗 我要找周润发 先生 您什么毛病啊 我说的这里是披萨店 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无论的话你帮我找一下周润发好不好 对方呢 回了句台湾话 找你娘的头发就把他给挂了 爸爸呢 就对着孩子说 看对方现在在愤怒 那什么又叫发疯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爸爸呢 拿起了电话 随便拨打了一个 还是拨打了同样的电话号码 对方一截之后也很生气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打这个电话 我就要报警了 爸爸说 喂 您好 请问这里叫好吃披萨店吗 哦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对不起啊 因为刚才来的 已经骚扰了电话 我以为这又是一个 非常抱歉 请问您有什么想购买吗 我要找周润发 爸爸说 看对方现在在发疯 那什么又叫哭笑不得 我又再给你演示演示哈 我这一演示你就明白了 爸爸呢 拿起了电话 还是拨打同样的电话号码 对方就回家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报警了 爸爸非常平静地说道 你好 我是周润发 请问有人找我吗 爸爸轻轻地把电话放下 看对方现在在哭笑不得 谢谢 对方的东西 我认披养 uated 我订典了 谢谢观看